秦家叛军经此一组 骑兵之势被迫一顿 被京都街巷树柱身躯的队形不由得有些慌乱 然则便在这一刻 指纹德军中树声报鹤响起 在第一时间内 清晰有力地发出了命令 稳住了先锋营 紧接着 持盾兵由后赶上 踩过长街之上的血泊 奋勇无比地破开街道两侧的民宅木门 冲入了那些幽暗的空间之中 一时间 街道左径竟是喝杀之声 却看不到厮杀的真实情况 啪的一声 一座民宅破开一个大洞 一名浑身是血的叛军 就这样被人刺死 跌了出来 此时在那些民宅内 不知道还有多少军士 正和埋伏在此的监察院部署 进行着凶险的厮杀 叛军军纪森严 当秦横冷库下令 以兵足生命的大量消耗为代价 向着街道两侧进行反攻之后 四周袭来的奴雨 自然也弱了下去 赠赠刀光闪过 街道青石板上 数十根阴险的半马锁 被利落无比地砍断 这些黑色的皮锁 就像是被砍掉头颅的毒蛇 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而上面那些泛着金属光泽的毒针 则像是蛇皮上的精亮液体 秦横骑于马上 于军旗之下凝视前方 猛地取其手中的马鞭 用力地挥下 身旁一名猛将闷哼一声 手持长枪 大喝一声 杀 双脚一加马腹 带着数百骑兵 再次向那条长街之中冲去 一时间 指纹的马蹄阵阵 如风雷般卷起 气势逼人 而此时长街之上 犹犹惨呼之声 名宅之中 犹犹刀锋入骨之声 尸体倒地的闷声 却极难看见监察院部署的身影 只知道 这些人正在街旁的名宅内 进行着杀人的工作 渐渐有血从木门下方渗了出来 秦家先锋营那位猛将视而不见 带着属下在长街之上冲刺 只见此人长枪刺出 震起一阵飓风 擦得一声刺入马旁的一扇木门之中 一声震天的鹤声 猛将挑枪而回 只见长枪之上挑着一名黑衣人 鲜血从枪上滴了下来 枪间刺穿那名监察院密探的胸腹 盔甲之下的那位将军闷哼一声 单臂一震 将枪间上的尸首像纸袋一样地甩了出去 他当先一匹马 再次踏过街上的死尸血泊 再次急迟 手中那只黑色长枪全由钢铁锁住 威猛无仇 枪出不虚 竟是沿街挑了五扇木门 于快速飞奔间 连杀数人 秦恒在后方冷冷注视着 自己手下的第一猛将 将手一挥 命令全军依次押上 准备用强大的兵力 直接押服接到两侧监察院的狙击 虽然初一遭遇 便折损了近两百名士族 但秦恒的心神 依然没有一丝颤抖 他从来不认为 监察院这种黑暗里的手段 可以真正阻止一支大军的前行 一名监察院官员手持硬弩 出现在左前方的楼上 隔着窗子 瞄准了那名风匠 不料还未来得及抠动扳机 一支羽箭 已经从他的眼窝里射了进去 这名官员闷哼一声 甩下楼来 紧接着嗤嗤之声连坐 跟随着那名先锋猛将 于街上纵马狂奔的 数十骑轻兵 守直轻弓 于左右连射 箭支快速射出 接到两畔的小龙民宅上 顿时出现许多箭洞 埋伏在其中的监察院部署 在准备持弩击杀那名猛将时 纷纷重箭倒下 天下三大势力便以庆军的骑射最强 此时纵马长街 手持硬弓 竟在瞬息间 射得监察院弩手们 不敢献出身形 即便两畔偶有弩箭射出 也显得没有什么准头 射在那名猛将身上重甲 却也无法伸入齐驱 只是站出了些许血花 只须于间 那名秦佳佳将已经带着先锋营 冲出了约百余帐 而他的身后 则是浩浩荡荡的骑兵本身 眼看前 方便是一片开阔地 直冲皇宫 再也无事可阻 便在此时 只听得一只凄厉的令箭 在长街之上响起 啪啪啪啪 接到两侧的名宅窗口 全部关闭了起来 虽然宅落里的厮杀在继续 但长街之上却回复了平静 极其怪异的平静 那名家将满脸血污 一脸煞气 一阵长枪收于背后 就像是一把开山斧般直刺接口 虽然注意到了街道两侧的意象 却根本没有一丝心计 此时突逝已成 就凭监察院那些鬼欲伎俩 如何能阻住大军前行 鼠背 他轻蔑想着 鼠背 秦衡率领大军向长街之上压了过来 一脸冷峻地看着突然回复清静的长街 微吵响着 监察院终究还是见不得光 便在此时 另见之后回复平静的长街上 忽然响起了一声号令 这声号令只有一个字 后 这个后字极其简单 干净利落 却蕴藏着无穷的杀鸡 秦衡眼瞳微缩 眉毛一挑 叛军齐拉宫 无数箭雨射了出去 直刺那生命令发出之地 堵堵堵堵 有如乱雨打成 那座木楼顿时被射穿无数洞眼 常见破风而入 只听得隐约一声闷哼 发令的监察院官员已然毙命 然而紧接着 只有马蹄声 闷沙声 剑雨破空声的长街之中 又再次响起了那声号令 吼 秦衡的脸色阴郁了起来 在长街之上 持江而奔 他不知道监察院的这身后 意味着什么 他本可以此时选择分兵 绕过这段 有监察院重兵伏击的长街 可以选择更稳妥的方式 然而军令如山 既然父亲命令自己第一个赶到皇宫 自己便必须保持速度 即便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于是他猛地一挥手中马鞭 长街之上数千叛军 齐声一鹤 杀 如洪水一般 轻甲在身的叛军大队 就这样向着空旷而危险的长街之上 掩了过去 那名长枪在手 无人赶组的先锋猛将 此时已经率领自己身后的 数十余青旗突到了长街尾处 背后的正阳门在朝阳下泛着光 身前的空阔地带在吸引着他 更远处隐隐可见的皇宫 还在等待着他的攻打 所以他满怀豪情 英勇无比然 则他忽然听到了如雷般的马蹄声 然后看见了长街的空旷尽头处 忽然出现了两百余名骑兵 这些骑兵不知何时出现在此地 身着靓甲 手持长刀 沉默而冷漠地等待着叛军的到来 在这些骑兵的身侧 有十余具散乱的尸首 正是秦家叛军散出去的那十余骑赤猴 不止赤猴死了 即便是那些战马 也倒在了地上 秦家先锋将的眼瞳缩了起来 他知道 这些骑兵是应手 不然不可能扑杀了自己属下十余骑 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是禁军 此时已经无法再停 先锋将紧紧握住了手中的铁枪 枪杆的粗糙与凉冷 让他感觉到了无穷的信心 然后一加马腹 就带着身后的几时 骑向着禁军大队冲了过去 禁军将领全身都笼罩在盔甲之中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而这双眼睛里 此时没有一丝别的情绪 只有平静冷漠和决心 对自己生命的冷漠 完成大帅交代任务的决心 他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马刀 刀锋闪着亮光 令人不寒而栗 一加马腹 身下战马猛的一正 如出弦之剑般弹了出去 数百骑骑兵 就这样以一往无前的勇气 冲了上去 就像是两道颜色不一的洪流 马上便要正面冲撞 便在此时 刚刚安静了一刹那的长街上 忽然又响起了一声 监察院的号令声 放 秦家先锋将血红着眼 看着高速冲过来的禁军骑兵 爆喝一声 马匹骤然加速 已经要冲出街口 耳中却忽然听到了这声放 他的心神坚狠 没有一丝慌乱和减速 他根本不在乎监察院的这些鼠辈 他在乎的是 正面这些十分强悍的禁军 他必须要为将军杀开一条血路 杀开一条通往皇宫的血路 一个黑影从街道旁的民宅里扔了出来 正好出现在这名先锋将的码头之前半空中 这名猛将斜肘一条 枪奸闪芒 嗤嗤树生 黑影顿时被撕碎 布料乱飞 内里夹杂着的粉末被当至半空 少许洒到了这名猛将的身上 大部分却洒在了马身上 他闭住了呼吸 双眼一片血红 星之监察院用毒厉害 却也根本不拒 只要毒物一时不能入心 他就能够将与自己 越来越近的那些禁军杀退 只是心忧坐骑 一横心将枪尾在马屯上 狠狠击了一记 坐骑受惊 再次加速 突突突突 一连串黄鸡之声响起 平静许久的街道之上 弩剑在置 秦家先锋将冷哼一声 长枪一滑 护住自己的要害于马头 只见一片枪风荡出 无数弩剑被他剥落在地 偶有几只弩剑射中他的盔甲 叮当一声脆响 无力堕落余地 然则 这名猛将骤然发现 弩语之中 竟有几抹带着不吉利的红 红 火 吃的一声 三只弩剑分别设在 这名先锋将的中甲 与马头处 弩剑上捆着火棉 燃着火苗 在红色的朝阳中并不显眼 但却格外致命 火苗一触中甲上的粉末 书的一声便燃烧了起来 从马头直至中甲 再至头盔处 但凡沾上粉末的地方 火苗便瞬息间蔓延了过去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火势便熊熊而烧 将那名先锋将笼罩在了火苗中 痴痴 一声惨烈的爆鹤 从火焰中传了出来 此时 那名汉不可当的先锋 还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 而他的人已经成为了一个燃烧着的火把 他恐怖地吼叫着 扔掉了手中的枪 试图将自己身上的火拍灭 然而 这已经成了他永远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监察院放的火 不是那么好扑灭的 他知道自己完了 心中无比的恐惧 马儿大痛 放马狂奔 笼罩在火苗中的一骑一马 就这样恐怖地奔到了禁军封县的前方 禁军将领冷漠而微朝看着奔来的那个火人 在两骑娇身而过之时 赠得一声挥动长刀 刀出无声 自火中穿过 斩断那名将风降的头颅 咔的一声 头颅断裂 被护警假记着 在火焰中燃烧着 带火马儿悲鸣着瞎冲 带着身上已经无头的主人 一头撞向了街旁的一堵向墙 一声极沉重的梦想 连马带人摔落在地 极凄惨地悲思着